好,回到今晚的动漫无双 今晚为什么不是树林把声呢? 继续有河马仔,很久没见了 还有我们是有马耳 是的,我们是有马耳,继续在这里 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个组合出现? 听到这个组合,我们一定会邀请到同仁嘉宾 我们邀请到一位在亚洲行过香港、日本、很多地方都去过 台湾都去过的,本地同仁的一位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一看到里面其中一个团体 我们看到风林火山,一定是看到的 大家是不是说,如云第一个通常在门口看到的 不是,你不是看到很多人类牌在那里 那那个袋是什么? 是的,那个袋子一看到,很熟悉 我们通常都会看到我们月光兄 太夸张了,我真的解释了 Hello大家好,月光风林火山 我好像看到有点面红,太少出声 是的,我们通常都会见到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说的那条feel 就是说同仁,不过不是本地的同仁 而是香港的同仁 很多地方都有花生 有话说,我们就避免大家太热气 不是,我们可以开外面花生节目 这些问题应该有人听 是的,我们需要找一些,再找多些花生 所以大家可以说,但也不免 但我们先谈谈台湾 因为台湾一来和香港的同仁 也有些接近的地方 有很多香港的画师也会去台湾的活动 另外,也有很多人说 台湾和日本的同仁活动很相近 首先说,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台湾的活动 不计FM,刚刚2月10年有Commet Horizon 就是曼创地平线 以及Brain Stage的同一个会场进行 我也知道月光有参加过Commet Horizon的一个活动 参加了在下面,即是Stage01的活动 上面的就是听你的报告才知道 是的,刚刚我终于在一个月落 我终于了好那份活动 结果也很苦 记得宜曼得,辛苦了 我们不如先说一下 我们先说一下台湾的活动有多少 现在,如果我数回16年有的only 或者综合活动有多少 有多少的呢?应该有20个以上 今年,即是现在的4月未到 即是在20个了 在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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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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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先说一下,不如刚刚2月10多日 就说了Commet Horizon 在之前大家也知道 看新闻就有一个fancy frontier 为什么呢? 我们台湾的女总统 不是我们 我有政治不正确 不好意思 台湾的女总统 蔡英文小姐 去到那里去参观 我都知道月光是否在会场 当时在会场 有的,但因为她是在开场前进来 准备开场前进来 其实已经走了 我无缘看到她一面 甚至会看到有一群人在行走行去 但是很难可以看到总统在里面 因为有人拍了一张照片 有人送了一张 有个猫兜 送了一个猫兜给她 猫兜三次元 大家都知道 还有当日安检也很厉害 大家都知道她会来 不是,她也正常一点 人家开之前去了 那我们就不会烦到正常人 我想问一下 当时的fancy frontier 大家都知道 其实也算是 以友同人活动来说 其实fancy frontier 应该是最大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 以台湾男性向来说 应该是 对,以男性向来说 即是男性就有CW 不不不不 男性就有fancy frontier 男性就有fancy frontier 女性就有CWT 我知道你两边都应该有去过 CWT 香港每个都有 那我们先说fancy frontier fancy frontier 其实之前大概 是不是我们看到排队的人 很多的 也就是 一开的时候 那些人都冲进来 其实是否每个届都是这样 近几几年 其实都 由我们参加了FF 应该都是四五年左右 其实人流 每一届都是这样 其实都是很多人 一开场就会这样冲进来 因为始终参与活动的组织 实际上是多很多 相比于香港来说 你是过千个组织 所以你只是每一个组织 可能会有几十人去看 去买 其实那里已经聚集了几百人 甚至几千人 因为我记得我和友马 应该去过 前一年的 前一年的 Fancy frontier 当时我记得 你们 还有气球鱼屋 还有黑猴白猪 我也记得 当时 特别你们 尤其是气球鱼屋 那时还是台大 那年是台大 我知道现在搬到花博 大家想问 搬到花博有没有什么不同 当然地点不同 那地点怎样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去到花博 如果这样说 花博对我们来感觉是远了 因为台大就刚刚在公管站 公管站 对 其实以台北的地理环境来说 它算是中间一点 如果这样说 你可以说是香港会展和九龙湾 现在就像是搬到九龙湾 就是偏远了一点 但是其实 它也是在玄山站旁边 其实大家都是接运就到 对我们来说 其实都是搬到几个站 我觉得也算方便 但是如果运送上呢 譬如运送上呢 譬如运送上呢 那也是一样的 都是照摩车过去 那场内呢 那场内呢 那场内的设施 例如那场大很多 是 其实我们就觉得是更好的 因为其实始终 花博那边是正式的展览场地 那不论里面的设施 或者它都是一层就可以 就是给所有的同仁组织 都在一层上 就不需要好像台大那样 其实分了几层 那大家上上落落 来回 或者都比较难去找得到 你想找的组织 又不像 现在就像来日本那样 都是一层 就显示了所有的组织 那我们也记得 我们当年就去Fansifundia 或者之前在CH和WS 其实大家都要坐升 因为CH今年是一楼 而WS就用了三楼 兼游舞台 其实坐升上落落 虽然升上落落 虽然升上落落 但是就麻烦烦烦些 其实台大和 通常来说 如果就这样看 其实你觉得是不是台大比较旧 这个我就真的要问回熟台湾的人 我不敢答 那个感觉 我不是说是属性命 我不是说是属性命 那个场的感觉 会不会觉得台大的那个场 可能会比较旧 或者觉得还是荒漠 可能会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而已 差不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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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任啊 我都记得你 当时我和你去FF那边 其实当时你的感觉 都觉得台湾的场 和香港很不同 不是 但是你人多 坛倒多 和大 不是 就是说你不逆越 香港是很逼越 你不想走过这台湾 但那边也没有什么情况 大家都知道 九龙湾六楼在这个场上 是挺有厉害的 特别是夏天 那场真是很奇怪的 冬天就会较吁 哎呀 夏天啊 哇 人家是醒来 大家会拼射 我最记得 不 你怎麽是走不了過去? 我不知道為什麽 我在RG採訪很多男人 大家的男人訪問多些 大家的採訪和拍照 都是男的攝影師 那些人在舞台前 大家大汗和小汗 大家皮膚擦皮膚很害怕 最可怕的是他們在舞台上 放了機台拍照 後面又有一個檔 迫事了整條路 不過我知台灣這件事是不給的 即是不給色的假的 就算是不給的 就算是COSPAY區也沒有 應該這樣說 因為在台灣結構比較好 在場內 大家口中說的是台大 裡面的你真的放回同仁圈 同仁組織 你所有COSA的 基本上裡面 不是說裡面不拍照 當然也不行 是裡面根本沒有空間給你拍照 你會拍照的 而且裡面其實沒有任何景 全部都是人 要那麼多人做背景 其實是沒意思的 但是你外面的台大 其實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給你拍照 而不需要像我們香港這樣 其實只是大家迫在台上 或者大家互相塵素 始終地理環境不同 大家不知道 九龍灣展望 其實現在是一至七樓都有人拍照 雖然會場面可能是三樓或一樓 但是一至七樓都有人拍照 真的很奇怪 雖然會在雲吞臉 阿魯麥 外面拍照 大會沒有金 這樣就沒有人理會 搞得越暖 還有腳架 真的特別多 那些不是腳架 全世界都沒有 那些叫神壇 不是腳架 那些神壇 不知為何特別多 我真的奉勸一句 拍照的朋友 要盡量小心一點 你見到上一屆CW已經開始 那些店舖是難殺 那些店舖不讓他進去 那些人照擺外表 那條路還要扎掉 而且有時候拍攝動作 為何要小心一點 因為拍攝動作越來越危險 有些人在攔缸附近 你也知道 下面真是無底心潭 那位置很危險 有時候拍照的東西 是否需要這麼危險的角度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補充一下 不過我想先說回台灣 Fancy Funny 這次活動 是不是人流 相比以前來說 是不是更加多些 因為有總統的內流 不知道 好像沒有什麼公佈 感覺上 我們不會說數字 差不多 我應該是差不多 如果這樣說 其實每逢冬季場 每逢新年場 都是比較少人的 暑假 因為暑假 所以暑假是比較多人 相對香港又不同 因為有利是錢 這些比較多 如果在台灣的這些 叫什麼 紅包 紅包 紅包牆 那時候 剛剛你說FF又未到 剛剛那時候 又未到紅包 但有時候又有補課 考試 反而可能會否因為這些原因 而令人少了 我們沒有整個統計 如果少了幾百人 甚至少了幾千人 你無從啓下 看不到 不過想問一下 在Fancy Funny 因為這麼忙 其實會不會和台灣 和日本的畫師 或者音樂 或者其他交流上 是有困難的 會不會很忙 大家都忙到 就是踢了腳 因為始終FF也是兩天 可能忙其實 主要大家都是忙一天 要做的事情 都是第一天 大家要買的 要買的都是一天 要買的都是第一天 通常都會做的 第二天 大家都會有空 通常第二天 通常第二天的話 就只是一開始 會比較 一定有人 始終都是兩天 但是你忙了一開始 那段時間 基本上 中午之後 畫師就會出動 會不會大家互相去交流 或者找回 誰是誰 或者是我們新出的新行 大家會請多多指教 不過我想問一下 Fancy Funny 排隊的情況 和香港 譬如在同行場 排隊的情況 有沒有不同 你知道 譬如那些人 一衝進來 可能大家推來推去 或者排隊 譬如你們要管理人流 我想都知道 譬如你們管理人流 有時候 香港那些 可能要你們自己做一些 但是當地 因為現在 大家也知道 香港的同行場 有些是找保安去做 大家也明白 但是當地 我都見過幾次 他們對這些事情都挺幫助 其實說到最後 其實都是一樣的 其實理論上 都要自己 同行組織管理人流 當然 如果你說自己 沒有人 就應該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大會 都可能會 跟你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是 某某大的組織 但是 你跟別人說 原來你一個人都沒有 其實就不好 你知道自己 原來你是會有人 來衝你的 或者賣你的 你起碼都準備 4至6個人 來估計自己人流 我相信你 會不會零需收費 這些 應該不應該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哦 是的 但如果你 也不應該 不理自己人流 其實如果突然間 你有200人 甚至500人 在這個港灘出現的話 其實整個場 你已經失了一條通道 其實是 也不可能出現的事情 如果你一開始 你預計到這個人 甚至在開場之前 就會有這個人 其實大會是會協助 處理你 甚至如果你真的多人到 原來 你這個灘 其實不適合 在這個地方出現 例如某某大的同人組織 突然間開場前 他已經有超過過百人 在他灘前面等 是我想買他的東西 那FF是會選擇 將你的灘 整個灘 移施到另一個 更適合排隊的地方 而處理你的人流 即是後樓梯 不是 總之是比較寬闊的地方 是的 我找一個地方 可以容納你開場前 已經有過百人的人流 然後你開場之後 你的人流超過五百人 很誇張 但不要緊 至少我會給你一個地方 你去慢慢消化 而不要你五百人擺在場內 即是不論你自己管理不了 也其實真的會影響到其他的組織 但很有趣 我想說說 我之前去了日本 有Combat Dome 他排到很奇怪的 他有些比較大的洞 會放在角落裡 然後那條龍會斷開 可能會燙前幾個人排 然後另外那條龍 後面那些人會斷去管外面的地方排 到他的時候 會有人領他去 舉手術走進去 那台灣會不會有什麼情況 我們香港就是捷龍 但我相信台灣是不明白的 因為我有台灣小青年 我跟他講 捷龍是什麼 其實他是不知道的 台灣就叫做中繼點 即是分開了排隊的人士 其實台灣也有 即是有分開 但始終除了日本以外的地方 大家都不是很習慣舉手的 不是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看到那條龍斷了 你跟我說 那條龍在外面 不敢走過去 有三條排隊 哪條才是呢 然後逐個逐個問 然後這條是那個排隊 不知道走到哪裏 走到哪裏 走到那裏 然後站在那裏 然後走到四天 走到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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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趣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是去過 可能知道哪裏 哪條龍 如果不去過 可能要看支持牌 有些麻煩 我們也說回 因為這次台灣 我也覺得這種排隊方式 開始勞行 因為看到台灣開始說 譬如整條龍在外面 譬如在台大那裏 他在外面的走廊 在外面的走廊 就是場外走廊 他有一個人 譬如每十個十個去買 這樣就叫你 我現在舉手 是哪十個十個十個 你們全部十個 舉手進去 這樣去買 我就看到他這個情況 就好像有點變化 開始有點像日本 台灣會容易接受到這個文化 也可以說因為台灣多些人排隊 香港是不是真的沒有那麼厲害 其實香港沒有 你應該說沒有這樣的需要 或者其實你根本 簡單來說 如果真的要把這條隊分開 就是截龍 你截了龍之後 其實你後面那批人 其實你可以擺在哪裏 其實以香港活動來說 CW也好 RG也好 其實你根本 是不適合你排隊的 有個問題 你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你場外面真的有空間 要走廊 重點是這個 香港私人外面 是沒有地方讓你排 就算讓你排完之後 你怎樣入場 那條龍 走廊是窄到沒有路 你怎樣 其實台灣有沒有叫你們 嘗試 如果是很厲害的 例如大手 有沒有聽過 用派醜形式 叫人去做 沒有的 因為沒有想過會派醜 這樣說 你不應該抽人水 問問而已 我們雜誌講益 說一些有趣的方法 大家看看哪個好一點 可能也是一個好方法 但我們不懂 是的 這些就是要高人指點 我們說完Fancy Frontier 再說回今次CH 因為CH好像後Fancy Frontier 大概一個多月左右 差不多 對 一個多月左右 是的 開始有CH 和WX 我剛才說WX 一來WX只有我去 其實同場都是台大場 相來講分別上 人流上 人流上都是說Fancy Frontier 好像比CH多 是的 始終FF都是這麼多年的活動 而CH 剛剛今年才是第一次 以CH的名義 在台北搞的一個新活動 其實如果這樣去比較 我覺得不公平 是的 所以FF的人流多過CH 是應該的 是的 大家也記得 如果大家不太知道 大家可能會明白 一個叫GJ的活動 GJ動漫創作嘉年華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在台中發起的07年 如果沒有記錯 當時在台中發起一系列的活動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今次才在台北大場 這個經典的台北場出現 但相對來說大家的感覺如何 因為當天我訪問了兩天 大家都知道沒有舞台 沒有舞台 對於你們來說 是否覺得是一件好善壞事 以同人組織的角度 其實我們在附近攤岸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是看不到舞台活動 對我們角度來說 當然是沒有舞台好過有舞台 但是也不能自私地說 我們就不要舞台了 其實只要分得開 舞台不會影響到組織 其實我覺得問題不大 因為之前Fancy Frontier 我們去過有舞台 但其實我覺得它的編排是不差的 很少會影響到舞台 對的會分得遠一點 對的 如果去的時候舞台好像在二樓還是三樓那邊 對的 其實下面沒有關係的 我們就在舞台工作 我們也不能影響到 就算它在舞台三樓那邊 剛剛這次在台北舉行 就是第一屆 即是月二十至二十一 一邊就有少少少商業攤 但其實全大部分都是同人攤 當然我們就經過自己訪問 就覺得好像因為太近Fancy Frontier 那麽賣氣就未必去到 好像Fancy Frontier那麽旺 但排隊當我自己就八點幾度長影 就已經覺得排隊的人已經有了 也有排隊接近五百至六百人左右 我覺得場外排隊當時的排隊 其實那天下雨 我看到那邊排隊的人很多 等賣票入場那些 也掛了個牌 繞住了半個圈 就沒有那時Fancy Frontier那麽厲害 其實可否解釋到大概 那麽多個原因 為什麽是少了 即是Fancy Frontier扯走那些人 如果說回剛才的概念 始終CX都是第一屆活動 始終FF都是一個老牌的大活動 我去開一個活動 我都一定會去FF為主 二來你說會不會有扯走那些問題 也會的 或者剛才Mike外有說過 始終台灣這麽大 你不止我們香港 我們可以去完九展 其實我們全香港去九展 其實都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另一邊相理 在台灣的話 其實如果我在台南或高雄上來的話 其實可能是整個小時的事 不是整個小時 是半天的事 如果我已經去FF的話 其實我未必會選擇 有沒有這個原因 我再上一次台北 我再去FF呢 始終這樣可能會令人流少了些 所以當日我們都看到 雖然說沒有什麼舞台 第一天都算人多 第二天開始到中午時 大家知道台灣活動通常早些 十點鐘開播到 大概到四點就大家收場 相對來說 延遲記都不多 很早在兩三點已經大家開始收拾東西了 其實都 和日本差不多 那夠鐘就收場了 沒什麼的 日本也是兩三點 香港不知為何 要搞到八點 日本十二點就收檔了 好 就差點是兩三點 四點已經被人劈了 去記了 香港為何要搞那麼久 香港的生態真的要去到八點 五六點 有些時候已經沒有人了 他們已經走了 不管了 所以有時候外地的同仁組織也好 其實來香港是不習慣的 去到這麼晚 其實我也知道他們 因為那個長谷 以來你的時間又很久 其實你見到那些人的精神不太好 因為其實是特別一點 當然 我們覺得 都有很多日本的畫師來台灣 還有台灣自己本土畫師 有些已經在日本駐紮了 都會回來台灣去參加 其實相對來說 我這次都算驚喜 不論人流來講也好 或者是台灣的組織 我們香港的組織來參加也好 除了剛剛這樣說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日本的組織也來參加 是的 不過我想問一下 今後可能盛傳也應該會有第二季 因為這次都搞得不錯 也挺受注目 他真的說 如果有第二屆的時候 你猜香港的同仁組織 會不會再多一點去呢 其實都是看時間 始終台灣也要錢 如果你說和動漫節的時間 即CP03 如果撞的話 會選擇香港CP為主 因為始終你在台灣也有一個時間 成本 對 不過我想問一下 如果比較上 你會覺得CP的賣氣好 還是CH的賣氣好 如果這樣說 CH 我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入場 但你始終CP 始終有動漫節的加成 只是你聽到官方數字 也有幾萬人入場 人流 大家如果有去第一屆或第二屆 都會知道這麼多人 以人流計 你CP多這麼多的話 其實那個賣氣一定會比較好 不過CP的人都說 可能是多街客 是的 所以就兩看 你幾個街客都說 這隻什麼杯子 什麼東西都要去買 看看他知不知 有時候可能跟日本畫的東西 香港有播放的 他們就知道 香港沒有播放的 可能他們不知道什麼 街客有好又不好 是的 有辣有不辣 CCH 大家都說得差不多 因為有時候我也問過 有些人說 因為舊貨多 就未必賣很多 所以這件事 變成Compat Horizon 可能會日流都OK 但是賣的方面 一定不及Fancy Funnia 當然這些要培育的 因為始終都是第一屆 給他時間慢慢浸 當然他在2007年 在台中已經有很多 以不同的形式 CJ的形式活動 好了 另外一個 一樓走完 發現三樓也有個場 有舞台活動有性 但是看到有個帳幕 指示別人去買票 但好像見落不是很多人 這個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只是在一樓 那上面是叫Wing Stage 我們先看看 其實那本場很大 也叫Wing Stage 台北 叫永雜動漫遊戲 創作展 其實原來這個創作展 很久了 2002年已經有了 如果沒有再看紀錄 即是看紀錄就 聽名字OK 有動漫 有遊戲 可能下面的場景 是同人本 即是整個場景是同人遊戲 沒問題的 聽名字吧 裡面有很多東西 即是他永集 即是很集 不是 即是很集合 集合了很多 集合了很多形式的活動 例如現在最流行的手遊 因為我看到上面的手遊有Candy Crush Candy Crush 如果大家喜歡 Candy Crush是訂標的 大家喜歡的 大家有這個 有殺起童話 另外有童人 也有精品 很多精品攤 大家上去看看 也有舞台活動 也有很多 但這種 我們發現 為何三樓沒有人 上去 一早就沒有人排隊 然後進場 也不是很多人 即是 還看得到 走上走下 也有很多 那天 真的什麼時候 也不是那麼多 我想有時候場內 都是算人樓 不算 百多二百人 平均場內 其實也算很少 也真是很少 始終我沒有上去 聽到其他有擺上面的朋友組織 這樣說 哇 沒試過參加一個活動 是 攤主多過進來的人士 因為台大場 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個場 真的很大 上去三樓 大家都知道 在舞台也放了差不多 上去 Fancy Frontier 這麼大 如果沒有記錯 音響比上去Fancy Frontier 那要問你才知道 真的要問 因為當日 大家都知道 有些電競表演賽 有些病嬌模擬器 其實大家 最多看的是 同知Kiliko 如果大家有去過 CAP看過他 拉移戶 當日自己也看過 兩天去拉移戶 穿了兩套不同的衣服 一套的Love Live 真的在台下40至60人 有打call的 10個 我數過了10個 有10個 你數了10個 我已經在這裡數拍 其實真的不太多 當旦也都問過一些人 大家都知道 台灣很喜歡掛掛掘 很喜歡掛掘掘 現在大家有去過台大三樓 他在Lov Life 其中四個女主角的掛掘 是橫躺在場 不知為何 可以掛掘到四張連環 打直去 其實那裡是佔了 接近10米 10米的掛掘位置 可以這樣擺 挺豪氣的 那沒有人 資源有效力嗎 是的 當然 很多人都發現 三樓結果賣器不太好 在一樓再擺 就把三樓的貨運進去 經過升降機 我自己看過很多 這些不水南調 沒有什麼的 不水南調 還有一件事 發現一件事 我們問過很多 日本話師 台灣話師 他們都說 不知為何會這樣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你都問為何 有人說 會不會報名那個問題 還是宣傳那個問題 其實真的差那麼遠 同一個場 給多一個入場錢 真的可以差那麼遠 是不是搞亂了 以為三樓和一樓是同一個場 那我給了錢 一樓和三樓 是不是這樣 但不會 如果他給了錢 一樓和三樓 他應該會上三樓 但當他一上三樓 就知道 原來三樓是要另外再給錢 才知道 原來其實是兩個場地 真的差那麼遠 真的可以差那麼遠嗎 兩個場 那種氛圍 我真的沒有想到台灣場 因為台灣場 怎麼都有人去過 其實我也知道 台大有兩個活動 我唯有只可以選擇 入了一個活動就算了 如果這樣選擇之下 結果大家都選擇去到Stage 就沒有去到上面三樓和一樓 但我想問 台灣的同人場 那種氣氛 是不是這樣 我去那裡 可能是未必買那些東西 可能我去台灣 我就是去那裡 但就說 譬如有時候 香港RG 都會搭來玩具節 有時候有些人去台灣RG 順便給多幾十元 去玩具節 順便看賣 無謂浪情遮錢 有人這樣問 但那種氣氛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有三個地方 日本 台灣 香港 日本 其實你去到一個 以Comicic為例 大家去到 不要說 你去之前 你已經準備好 計劃好自己要走的路線 我會去哪一趟排隊 我要買什麼 而我根本就已經收了 其實我來Comicic 只可以買這麼多東西 那你那天就完結了 應該五天差不多 五炭差不多 一天應該已經用完 你那六個小時了 台灣的 其實情況已經相似 我根本如果要去FF 也好 或者是CH也好 如果有組織出身康 或者有很多不同 例如Cancoré也好 LoveLive也好 或者其他作品也好 你有興趣的本子 如果你打算買的 其實你之前 台灣人已經會 列出了 或者記錄好 我一去到 我就沖邊攤 沖完邊攤 就再去沖邊攤 就是一二三四五 我已經計劃好 我要去怎樣買 怎樣買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會賣光 正常來說應該會賣光 如果你買不到的話 其實你來這次FF 就白黏了 因為同仁本 最大和商業本的分別就是 你在這場活動買不到 其實很大機會 就沒有了 尤其是台灣 香港 我們可能 本的數量會比較多 但其實基本上 原售了就不會有的了 日本的 就更加 你交易期完 如果它沒有放虎月 或者美朗這些 其實你就不會賺回 所以才更加可以做到 那個情況就是 為什麼FF CH 一開場CH就會有 排了半個台大 FF可能甚至圍了一個圈 大家就很想去買到 他喜歡那個作家的 那本新行 這個情況 算是在香港 我們少見 因為台灣 我不知道 可能有沒有新行 因為日本那邊 就算不放虎月記 有兩個作家 網上也有地方 會放他的本書 可以訂購 當然場內限定 那些東西 可能沒有了 但台灣那些 會否有一個渠道 要看回作家 對 香港就好像沒有了 台灣也有 也有一些叫做介紹 或者一些網站 都會有一些 叫做相關的 數位作品 可以這樣說 他們叫做數位作品 可能會幫到手 香港就真的不行了 香港這個市場 好像完全沒有發展 但我也想說 講完這兩塊 我們看到網站 有一樣東西 就是很多精品 是很辣的 有些精品 就見了 我想在某一個 香港同仁場 都會見到 不知為何有些 很長的日本刀 它不是膠 我想還未開封 一排 你自己去買 又有很多 有些是T恤 不過有些不知為何 引到簡體字 還有其他有些精品 就是掛軸 那些 精品攤 是否有時 對於一個同仁場 你們會怎樣看呢 就是純精品攤 如果以同仁場來說 純精品攤 就不應該在同仁場出現 你可以說 我們都是老組織 又不算很老 舊一點 我們的角度 都是覺得 你 是輸才是一個 同仁至反受會的重點 你純精品攤 那你便沒有同仁場的本意 沒有了本意 所以盡量希望少一點 應該是以出書為主 而不是以出精品為主 OK 所以這件事 可能就是 看看台灣 所以為何我找到WingState 這次人流這麼少 可能是否有這樣的原因 或者很多檔主 都不知道是否相對氣攤 氣攤落花一流 就是這樣做 說完今次 近幾次的台灣活動 亦做過比較 想問 如果葉光 你覺得台灣 我只是數了 今年也有20個活動 再未算 及後 可能會出現那些 卡里卡卡茶會 那些活動 那些茶會更多 其實在台灣 有時候出現到 可能一個星期六 有三個活動 你不說我都不知道 我們有些list 可以出現三個活動 會不會在台灣 這種是飽和的情況 還有每個星期有 六天 六又有日又有別的事情 那些都是怕的 如果你這樣比較 台灣的活動 是比香港多 一定多 始終我們都是 在香港的社團 如果台灣 就算有這麼多活動 其實我們作為香港社團 都參加不了 亦都不鼓勵大家 其實經常過台灣參展 因為始終 機票又貴 酒店又貴 這些都是錢 所以你說飽不飽和 都真的要看回那個情況 但你有沒有聽到 譬如台灣的華詩朋友 都說過很多月 因為以前我看回 其實幾年前的 相對來說 可能少現在的幾十% 是這一兩年兩三年開始 那些增進是突然的 反而我的情況 就是一個地位問題 首先第一個 我住在台南 台北又遠 你認識我去香港 去台灣要機票錢 我去台北也要貨車錢 有少許去澳門 另一方面可能就是 集中化 我們想選擇比較小 就是選擇東劍藍 就算他數量 就選擇一個級 不用擁有那麼大 又選擇一個小 還有客戀會比較集中 可能會興起了這種小型的他代 會不會這樣 台灣會不會多這些 你有沒有覺得 台灣的ONI場 是越來越以後春筍 其實有的 你剛剛說 也有二十個活動 但是也要看回 台灣人也有多 其實如果這樣算 他是可以接受到那麼多活動 反而裡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 令到那麼多人去那個活動 而活動是否太多 反而茶會更加不要計 其實香港來講 現在茶會也越來越流行 茶會 我自己也適合你 其實怎樣去銷售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些難途 不知道 我的頭沒去過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這些就難說 不過也要說 你對台灣 說完美那一節 台灣的同仁展也好 動漫展也好 你對它的前景又如何看 如果是同仁展 我看到現在越來越的競爭 是白熱化的 也挺重要的 即是有些原本 其實我講 其實是分三步勢 應該是台北 台中台南 應該是台港 其實也有台平東 那些 如果大家要數一下 其實應該 如果這個三國天下 其實以前很少互相挑戰 可能有些是台南 就專注台南 台中就專注台北 或者是CWT 一路以來始終如一 都走完台北 台中台南 但是現在是否相對來說 大家互相去 不要說矮場 台南可能會過去台北 又試竊 台中又過去台北試竊 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對於同仁畫 是一種壓力 如果這樣說 其實也聽過有些朋友說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多了活動 其實是一個良性的競爭 如果簡單一點 例如剛剛FF CH 這樣算 如果你FF 以同仁組織的角度 你出不了新行 那你就FF不出 你FF不出 你留在CH 如果兩個活動 這樣算 如果兩邊的人流 其實差不多 你就不需要 我是不是一定要趕著 在這個活動出 或者可能 因為我那段時間 可能離開了台灣 這樣算 去了日本 你剛剛撕不到時間 那你就下一場再出 這樣的話 其實如果這樣看 其實是好事 但是如果 人真的不夠多 或者其實地理的位置 我在功耗上來要八個小時 我根本未必可以引到 同一個人 會來一個短時間活動兩次 而這樣 令到那個人流 鬆散了 其實這樣的話 對作者 或者組織而言 其實就會是一個負擔 我想問你會覺得 台灣的同仁活動 開始有疲勞化的跡象 如何為之疲勞化 我想問你 什麼叫疲勞化 現在我感覺上 我自己感覺上 香港的同仁活動 是真的開始出現 一些疲勞化 為什麼呢 通常我們在同仁活動 不要說我們老 我們幾年了 不要說我們幾年了 不要說我們幾多年經驗 不要說我們沒有這件事 先說明 我們幾年前見過的人 其實幾年後 大部分的人 除了年紀大了少少之外 我覺得 新入齡的新血 不是真的 想像之中那麼多 我覺得香港 反而台灣來說 有時候 我反而覺得台灣 會經過很多活動 很多活動 有些人可能會說 去同仁活動很累 一個月又一個 一個月又一個 一個星期又一個 會不會越來越多 有些人反而放棄了 會多這件事 我想說香港有新人來 但他們不是買票 他們站在場內拍COSPLAY 有的情況 是有的情況 地鐵票 另外 所謂新人 可能有些是學生哥 如果去買幾本就走了 他們不同 我們去消贏會場 我們見回自己的朋友 我們整年沒有見過 先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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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是鬥整天 但他們買完就走了 他們不會留在場內 那麼久 你覺得好像少了一些人 可能你見過他們 但不得了他們沒有來過 我想說回 因為你知道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你敢感覺到 即是你指香港是小新人 即是你走進去都好 常常見到他們 又是見到你 又是見到你 我明白 那你認識那幾個人 那當然見到也是那幾個人 我同意這句 我同意這句 我們看到就說 好像很多年輕人會衝進來 或者很多年輕人未見過 好像新來第一次來的人 因為這些才是健康 反而越來越多的同友活動 會不會影響到這件事 其實 我就覺得沒有 如果你這樣問 這一刻我這樣想下去 就沒有了 但你說 如果新人 如果這樣說的話 首先 他是喜歡動漫的人 即是一些新的喜歡動漫的人 從而再了解到 未必不是相向的 他可能是喜歡了同仁 然後才知道同漫 也好 那你說這些人 在香港也好 台灣也好 他的流失率 會不會流失得快 過新入的人呢 那就不清楚了 那反而你說 會不會現在現今世界 已經被其他人吸走了 你喜歡網報電話 多過喜歡網同仁本 那這些其實 會去到討論很遙遠 那就是這個情況 我記得我在台灣採訪 也不少人 一直在同仁場 一直在打著手機 玩手遊 玩艦船 你明白 那些人是多朋友 四核心、八核心 一邊走路 一邊打機、一邊聽 一邊聊天都沒有問題 你不用理他們 他們沒有人看 其實會不會 那些人已經轉向了呢 不過最後 我也想說一問 因為現在台灣的同仁場 純同仁場 已經開始有少許變 即是說Wing Stage 他好像 以為可以出現同仁場 原來不是 集一架的大城 即是有少許加連華式 即是有舞台 也有其他 其實相對來說 即是說 例如我當司機廚 大多數是同仁場 會不會同仁同仁場的發展 會優勝過加連華式 你覺得在台灣來說 即是我覺得香港 加連華式仍然是主導 但相對來說 也有一個感覺 一些人說 來來去都是 雜崩崩崩 其實台灣來說 會不會這樣還說 加連華式的動畫舞動 如果你這樣問我 我覺得就不是必然 反而是看看那個活動 如果加連華式那邊的舞台 即是處理那個舞台 甚至是商業攤 和同仁攤 他們互相自己處理那個地方 做不做得好 而令到大家 共創了一個更好的活動 而不是大家互相影響 即是要編排那方面 其實如果大家做得好 舞台可以舞台吸引人 同仁組織 有同仁組織 有他們的支持者 雙夜攤有雙夜攤 做到他們的生意 其實大家是三贏 而只要做到大家 互相不影響 其實是一件更好的事 其實所有這件事 不理會 香港台灣什麼都好 這個編排是重要的 好了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葉光兄 不過男生我就知道 風雷火星應該四月初 應該RG會見到你們 都在參加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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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本 但還未出版 還未出版 還未出版 三月底了 底了 服務節 服務節 沒有休息 某間印創沒有休息 所以我時間都還趕到 即是我們幫一些讀者去吹稿 是的 所以到時我們RG 我們又會再報道 動漫無親 我們繼續在RG報道 好 今晚多謝余光兄 就是這樣 拜拜